矿山挖矿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在我国很多地方都禁止随意开采 可在国外有些地方是允许开挖的 这部就有一男子在私人矿山挖矿时 挖出稀有水晶还想要送给网友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开挖之后 男子在朋友的帮助下搬开石头 随后在土墙上发现很多紫水晶 而且有的非常大块还没有被挖坏 这样男子有点震惊而且非常兴奋 于是小心翼翼的从墙上抠下水晶 点点的捡进桶里进行清洗 最后男子竟挖出了很多紫水晶 紫水晶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龟 人们通常用它来做于宝石饰品 此外紫水晶的寓意是爱的守护师 据说经常佩戴的话能够消灾劫难 因此很多人都会买一些紫水晶饰品 对于这么纯天然的紫水晶 老外在挖出后竟然说要送给网友 实在让人不解 可能老外是个土豪 要知道虽然紫水晶都是用来做装饰品 但是有些紫水晶价格可是非常昂贵的 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关注订阅哦